哈喽大家好,我是凤云 从观光火系新一代广汽本田雅克将于今年4月16日正式公布设价 新车采用了运动风格外观设计,地位年轻化 前面使用了粗壮的多个视调和全眼影机灯组 每部造型为6倍时 配合了双边共两处的排气系统,整体看起来还是非常时尚的 类似采用了全副式显示屏以及半夜镜仪表盘设计 配置方面,自动控调,CarPlay,后排USB,充电口 以及360度全景影响也都出现在了这台新车中 动力部分,全系标配1.5D发动机 高功率版的260Turbo车型最大功率195马力 最大扭矩265米 低功率版的230Turbo车型最大功率177马力 最大扭矩239米 传动方面与之匹配的是CVT变速箱 近日,宝马M4SAS车型正式上市 该车定位于普通版M4以及M4GTS之间 可以看作是GTS的背线两版 二观采用了全新的大灯设计 配备有摊件为材质打达了前唇 后座溜板,车门板,后备箱盖,车停等 取消了GTS车型所使用的后座溜板 水喷射系统等高性能配件 整车之重为1635公斤 配置设计与GTS车型保持一致 并且提升了使用性 动标面搭载的是3.0升直列6缸双污轮增压发动机 经过调校后,最大功率达到了460马力 风筝扭矩600小米 传作系统依旧是7速双离合并速箱 百公里加速时间为3.9秒 其官方指导售价为143万元 全国限量39弹 感谢你的朋友,快下手吧 国产东风云飞逆D新QX50 有望在今年6月份正式上市 而近日,获悉该车将于2018年 北京车车手划亮相 外观方面,从曝光的声报图来看 与海外版基本保持一致 其次车门的探光高分别为 10705,1903,1681毫米 轴距2798毫米 而根据高低配置的不同 新车搭车车内部的灯枪设计也将有所区别 尾部造型在尾门左侧增加了东风云飞逆D标时 搭配车身下方的双面共两处的排气布局 为该车带来了运动气息 除外,新车根据车型配置的不同 提供两种不同轮圈以及360度全景以下 类似部分,除了搭载全新样式的 3510多功能发向盘之外 新车还在中共区域配备了两块大只存的 多功能印记写写写写 同时,新车还在中央区域下方 提供两种不同动力调校 最多功率分别为272马力和245马力 传统方面,预计与之匹配的将是全新的CVTP属相 奇瑞瑞虎8可以说是代表着瑞虎家族 迄今为止最高设计水素的车型 整体造型修车而宽大 前进去格仓采用了大面积的黑色网装材质 前包围两侧的兴起口还融入了LED日间的车灯 侧面采用了大量平直线条设计 保障了后排乘客的头部空间 维部造型采用了回纹家族式尾灯非常酷炫 类似与已经上车的瑞虎5X非常相似 整体以黑色为主,实体安静不多 大致尊中控屏幕是它的亮点 大面积使用了多个元素来进行点缀 使整体看起来有一时精致感 在车内,这款车会采用2加3加2的7座布局 动力搭载了与瑞虎7相同的1.5D发动机 其最大功率为147马力,风筹牛距为210牛米 参考热武器设计,其有望提供60手动或60双离合变速箱特学 专方将于4月11日晚正式公布预设价 并会在4月25日开幕的北京车展整理消失 大家来说说这车向哪家的呀 比亚迪堂一直以来在骑车圈都颇为好玩 这部,近日在微博上就出现了该系列新车的街头照片 外观上采用了全新的Dragon Face设计前脸 观众时的LED尾灯在夜晚辨识度很高 看点在于后世纪还能在地上投影出一个堂子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据悉在4月25日开幕的北京资本上将公布其预售价格 正式价格在6到7月份揭晓 前期会先推出2.0T发动机以及2.0T插电式混动系统资料 而纯电动版将于2018年年底推出 漂亮协调很有科技感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上马关注微教的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有趣的内容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